日前鬼卯年睡末寒冬送暖平安宴活动 在长顺慈善协会与客民工等多个单位吸收之下 也热闹地来做办理 活动中不仅有平安宴还有物资发送 让地方弱势能够感受到社会满满的爱情关怀 今年的寒冬送暖睡末平安宴 是长顺在祖山地区的第二次的举办 今年用餐人数已经超过了600位以上 同时在物资发放部分 今天总共发放物资的份量已经超过450份 我们感谢现场这边所有支援的其他单位 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长顺小小的散行一举 我们可以再激发更多更多的慈善单位及友善团体 能够更多更多的投注在慈善关怀这个区块 此之活动中科民公演另安排通灵关怀物资发送 主委杨飞舞也很荣幸能够与长顺慈善结会等多个单位 一同来做公益照顾弱势 为社会带来更和谐安乐的氛围 我们今年也真正得数 就是一两千块 两岁米 还有一个做我们的饭桌 这个有做物资 就是配合长顺的这个有做熟善单位来担担外边家来吃 让大家中途都可以接一个很温暖的中餐 在这里人来担心都可以平安顺利 可以带来给我们地方这较辛苦的人 可以在过年过了一个快乐温暖 这样就是我们科民公重要的全部 先远参命而对这场 鬼毛年生末寒冬送暖平安链活动也是相当推崇 感谢各单位的协力促成 将爱与温暖凝聚 帮助到了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为善之乐是有福之人 我们省事做如座 我们就会哪快乐哪有好奇 我们在这里先感谢我们长顺七千会 我们科民公园林社区顶顶的单位 因为有你们的爱心 让我们这些历史的这些方式好朋友 有一档真的温暖的这个午餐 在这里我们很感谢这些主板单位的用心 这个有爱最美为善最乐 我们把这些温暖共同来为我们第三历史 来做一个打拼 在这里再次感谢 议长何胜峰感谢与会单位 共同做公益的爱心 相信透过这样的活动发起 不仅能够关怀照顾弱势 也能够达到抛砖领域的效果 号召更多人一起来做公益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